-你為什麼要匯款的這個帳戶啊? -啊我是投資用啊,你看都已經長這麼多了 -哎呦,這APP不是官方的啊 -你一開始說中招了啦,這長的都是假的啦 近年依詐騙和頻傳,不少民眾想迅速發財而上鉤受騙 據新北市行大大數據分析,今年受騙民眾數量比去年增加許多 財務損失甚至高達上百萬,因此呼籲民眾投資前務必注意 -根據本局的大數據分析裡面,很多投資大眾都是希望增加收入 而被大片集團鎖騙,損失的金額從數十萬到數百萬都有 -所以在此我們要呼籲民眾要投資前必定要很小心 -行北市行大避免民眾再次受騙 與HomePlus中加新視波有限電視合作,拍攝了一支房價一片短片 -接著劇中人物生動的演出,讓民眾了解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-新北市警察局新市警察大隊經濟組陳威廉組長表示 -大片集團常以把民眾加入社群群訴的手法 -在國外加設假的獲利網站,吸引民眾受騙 -投資的手法以股票投資期貨為主 -他們會先用LINE邀請好友,再用線上投資課程為誘餌 -讓民眾投資會有百分百的獲利 -投資網站都設在國外 -網站獲利的畫面都是經過後台去操作篡改的 -全都是假的 -在此呼籲民眾不要輕易相信來源不明的投資管道 -任何投資必有風險 -陳威廉組長表示 -無外之是軟騙 -回答社群媒體及各大超商 -金融機構強力播送 -希望民眾別再成為駕騙集團待宅的飛揚 -你可相信有鬼,也別進騙子的嘴 -接著簡明山綜合報導 -這些錢就像變了新的女朋友 -回不來啦